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关注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您准时收看娱乐漫谈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嘉宾是中文投资网的CEO创办人 这个公司是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市的 代号是CIIX 今天访问到Warren王抱着非常兴奋的心情 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在2019年开年以来 Warren他主张在以后的投资的观念 要有一个新的思维 还有一个新的方式 因此在3月2号 他们全班人马带了两名大将 就跑到我们矽谷湾区的Mupitas 来开了一个满座的座谈会 现在让我们来介绍Warren Warren你好 周小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投资的经验越来越多 但是投资的环境也越来越不同 在Fintech充斥的这个时代里面 您的投资的观念也有新的看法 也有成功的一些思路 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刚才我们讲到要集中投资 其实去年的2018年 我收到了一个我们公司的Fall 1K 因为每个公司它会和一些基金签约 然后只能投这些基金的一些钱 那么我们发现我们是亏损的 那我想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这些投资太风散了 所以我2019年我觉得应该着重于发现 第一能够发现一个未来的趋势 因为我们做投资的话 除了保本 除了增长 更重要的还是要能够在中长期赚大钱 就像97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看到了互联网这个电子商务 我就跟很多朋友说 我说这个互联网 就是购物的话 未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 果然如此 对果然如此 那么回过头来一看 自己当时如果就集中火力投资这个 而不是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 或者就像基金一样大量的撒网 而是说你看好了这个社会趋势 来集中投资 那么结合了巴菲特他说的 你要投资你想你懂的东西 第二不要过于分散投资 其实巴菲特他最近的这个投资信 已经出来了 他今年最大的投资 他现在伯克希尔哈萨维最大的持股 最大的比重是苹果 哇 苹果变成他最大的持股啊 是 为什么他要投资苹果 因为巴菲特大家都知道 其实从来不投资高科技股票 所以他为什么投资这个苹果的原因呢 在于说他相信未来 这个苹果不仅仅是一个高科技产品 而是一个消费品 因为大家都要在上面获得信息 进行购物 而苹果是一个终端 他必须要进这个东西 就是所有的投资人购物什么东西 所以呢 今年的2019年 我觉得大家呢就是应该还是 就像我讲的 identify未来的一个三大的趋势 那么我也有一本书哈 叫做一亿财富不是梦 这是我的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再做了几期节目以后呢 投资朋友就非常非常多 但是呢大家呢还是那种炒股的思维 我觉得还是应该说 咱们就投资一支能够改变未来趋势的 炒股就等于短线 投资就等于中长线 对 炒股的话就是说你没有一个focus 你只是说每天在换热点 那么投资在于说 你发现了未来什么是未来的趋势 比如说机器人这一块 我认为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大 比如说我最近做Lift还是做Uber 那么我发现未来其实重大的一个改变 在于说这些Lift甚至Uber的司机都会没有了 同样我们现在其实餐饮业 已经遭到重大的这个经营的压力 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美国的这个工资啊 不断在涨不断在涨 就像您刚才讲的某某某企业 它一直不赚钱 我想不赚钱并不是说它没有收入 而是它的成本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美国这个就像已经 走入了欧洲的这个后城 你看欧洲整个的一个一个它的一个经济步伐 正在减缓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因为它的法律框架太大 然后呢要保证人权所有的福利 这样算下来这个经营成本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而我们看一些低成本的国家 像越南印度它们的GDP都以7.5%的增长 而由于我们中国在2000年以后呢 逐渐加入了福利啊各方面大量的制造业开始搬离了中国 这也是中国经济从10%的增长幅度下滑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呢未来的趋势一定是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来取代这个很多的human labor 所以你投资在这本书里呢 大家加我的微信呢就可以获得我这本书 在这个AI里面呢我发现了一只股票 它是现在150不是penny stock 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但是它的波幅是比较大的 去年涨了很多以后跌下来 投资人问我啊Warren你要不要坚持 现在都买回你的原点了 我们是150买进涨到290块钱 又跌回150块钱 我说很正常因为你看它过去10年的历史 它是从几十块钱一路涨10倍 那10倍的股票通常回调也会很猛 也会比较大 对但是你要想未来30年20年 它一定就是下一个亚马逊 因为它会是用利用这个机器 它是所有的人工智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材料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公司了 非常成熟而且我认为这个跌幅是很大 那很多朋友就来找我 我说王你上次推荐的股票又跌回去了 怎么办我就说你不用急 你每个月就投这点钱 你低价150买290也买 你120也买150 1006 1007都有 但是我们要看10年 所以我这个书很受欢迎 所以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加我微信 我就送给大家电子本 如果大家想坐在床上可以考好看 不用那么累 拿个手机会坏眼睛 那么大家可以加我微信以后 有一个10块钱的公本费 但是如果你微信电子书的话 我送给大家 那么很重要的原因 我就是跟大家讲通过您的节目 很多很多渠道 大家都很喜欢这本书 但是大家就不遵守当中的规则 就是还是用那种倾家荡产去买一只股票 希望明天隔夜报复 这种概率就会不是说特别大 所以欢迎大家加我微信 我觉得就像我讲的你这个大的趋势 一定是炒人工智能发展 是 否则整个的美国的很多公司 承受不了这么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 是的 那么要简化这个成本压力 就要转到人工智能这个方面 好 刚才Warren提到的 2019年投资策略一共有三个 讲到了第一个就是A的部分 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谢谢你Warren 谢谢 谢谢 观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进行其他精彩的访台 千万不要走开